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中美体育及政商学各界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论坛邀请到网界亲历过奥运会的中美国手等相关人士进行了现场访谈 深入生动地追忆了当年盛世 并对未来中美体育与民间运动交流 未来奥运建议建言 获得热烈掌声与回应 当天活动中还点燃了运动场上巨大的火炬 令人重回激动人心的奥运时刻 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今天很荣幸 能在Memory College 也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会场 能举办回顾巴士展望28中美体育论坛峰会 因为今年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加奥运会的成立40周年 也是我们即将迎来 2028奥运会再次回到洛杉矶 举办了这次中美体育的交流 那我们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的理念呢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论坛活动 通过2028年奥运会的即将的到来 我们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 搭起这个中美体育交流的一座桥梁 为2028年奥运会的顺利举行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AACAA为代表的咱们的华人的社团 做得就非常的好 不仅能够团结我们华人的社区 一起团结起来 与美国的这种主流的团体 主流的社会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互动 而且能够不断的搭建这种 合作交流的平台 应该说将来能够为中国队也好 为我们中美两国这种体育交流也好 取得更长足的进步 然后又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天的活动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 中美双方的奥运选手 还有组织者 大家欢聚在今天的论坛里面 为这个28年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希望通过这个论坛 我们中美之间的体育交流更加广泛 今我们有一个议题 我们有一个议题 我们有一个议题 来回家后的専加ласт奥里面 在1984年 我们回到2028年 而先 directed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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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中国的叶猛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尤其是 当天的活动盛大举行 离不开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参与 运动员们纷纷拿出各自参加奥运的队符 奖章等珍贵物品 在现场展示 共同回顾历史上的精彩时刻